Ry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中國對上阿茲克特的對決 好那我們先來趕快講中國的配置喔 中國配置因為很特別 黑暗時代的話村民比較多 那村民會多多變成山村喔 那一開始的話要趕快 直接把村民拉到TC一下 然後趕快把羊收到這裡 不能先去蓋房子 那這個配置呢是中國每個 每一張地圖一定都是要這樣看 一定要趕快把羊拿過來吃 或是去採果樹之類的 所以有些土沒有羊 只有果樹的情況的話 只能這樣做 那這張土是阿拉伯 那阿拉伯的話很標準就是直接 把羊拉到TC一下 然後蓋房子的一個開局 那這個開局方式是每個中國的玩家 一定要學會的 千萬不能像其他文明一樣 一開場就拉山村去蓋房子喔 那一定要趕快去拉 拉羊到TC一下 然後趕快吃肉 然後讓自己村民不斷村 那這邊村民就會有優勢囉 看有沒有看 那中國現在的村民優勢是一村喔 你看這邊 阿茲特克只有七村 所以這邊 目前這個中國的開局是非常非常標準 算是高中玩家都懂得一個開局方式 那有些中國玩家 剛接觸中國的玩家可能不少 那剛好這次的影片可以教大家如何 就是我開局中國的玩法 好 那來稍微介紹一下 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的話 大家應該看到這個名字很熟悉喔 這位是我們的台灣高手 蘇拉庫瑪 天空熊 那天空熊呢 他算是我們台灣頂尖的玩家了 有時候一些專業比賽也會看到他喔 那之前他在CD我是有跟黑拉打過 那他的戰績是2比3 輸給了黑拉 那差一場就可以贏過黑拉 算是實力非常非常厲害的一位選手 那同時他也是我的好基友 我跟天空熊也認識了幾年啦 四年 四年左右了吧 還五年 有一段時間了 好 那來看一下 天空熊的地圖跟文明吧 天空熊這邊是選擇趕鹿開局喔 你看這邊鹿已經吃完了 天空熊才開局5到5分鐘鹿就要吃了 這個效率非常好耶 好 那來稍微講一下天空熊的文明喔 天空熊的文明是阿茲特克 那這個文明的特性是採集資源會多3喔 就是你的村民樹可以到13的木材料 看這17 然後差8 可以到13 然後就會再放回去喔 那採的時間夠久 那就不要這樣來 來回走來走去喔 降低那個採集效益 一到13就歸零 然後就放回去了 那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因為在這種 在這個遊戲裡面 只要你採集資源採的夠久 才放回去的話 那跟別的文明比較起來 那個效益就會差蠻多的 那順帶來一提 阿茲他的軍事單位 生產速度是非常快的 有一個加成在 那他的軍事生產是提升11% 那以前我記得好像是18% 好像蠻高的 還是20%喔 所以一開始我忘記是幾% 反正就是暴老陰速度會非常非常快 再來就是他的修道院 每一項科技都可以讓生魚的血量變得非常多 就是每一項都加5滴 那點到後面的話 最多可以到95滴的樣子 血量95滴的生魚 跟一隻肉麻的血量已經快要差不多了 好大概就是一開始他黃金會加50 所以他一開始黃金加50這個能力 可以讓他打棒棒前面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二棒棒或三棒棒 然後上去點字幕都沒有問題 算是一個小細節的部分 那他打棒棒有優勢除此之外呢 他打步兵就是非常有優勢 原來他步兵到帝王時代的時候 會有一個金冠能力叫做龍冠戰爭 步兵攻擊1加4 算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能力 步兵攻擊1加4 那老鷹的話算是這遊戲一面攻擊最高的老鷹了 再來是他的銀冠 他的銀冠是植毛器 植毛器的能力是 就是戰爪兵的射程加1攻擊1加1 所以會變成這遊戲中 射程最遠的戰爪 如果不跟帝王戰爪比的話 他的戰爪能力來說 算是可以有點小取代小弓的感覺 算是射速慢了點 這邊天空熊是要來開稿是不是 四隻村民走得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天空熊怎麼打這一場吧 那來看一下前置 是吧 好那中國的話我們還是稍微講一下 中國的能力是科技上面有減免 會科技上會有一些費用比較便宜 那大概是便宜 城堡時代還會 城堡時代是15% 那封建是10% 這邊是看到了 哇他前置均勻被抓包 直接蓋在臉上 哇哈哈哈哈 這個中國抖了也就 欸 怎麼在這裡 趕快蓋木牆 嚇死了嚇死了 直接來敲這個 木牆來拖十劍 喔受不了了直接低 原來四隻村民太多了 哇天空熊你怎麼前面打這麼兇啊 哇對手直接插了一彈 直接拉了六隻村民去蓋這個軍營 然後趕快按下射箭場 那這邊射箭場沒辦法出小弓喔 都既沒有挖 所以這邊只要按戰爪 那要看他附近在哪聊 附近在右邊應該還行 雖然主禁已經不可能挖了 那天空熊應該是看準他的主禁在前面的關係喔 所以要來打個快攻 那雖然果樹在裡面蠻舒服的 但由於像被壓制的情況下 只能出戰毛 那就要看天空熊這邊會不會補下馬舊 或是直接出戰毛跟對方印都 的一個選擇 但是這邊中國的圖也算是好圖欸 哇很好圍欸 哇你看輕鬆圍晚了 右邊這裡圍的差不多了 哇小天圖 雖然這個精的位置非常爛喔 但是這邊天空熊直接四村出來對塔 順便順帶一提喔 如果你們要打風箭塔攻的話 四村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箭塔進去雖然可以放五個人 但攻擊力最高就只能到四個人 四個人進去就是箭塔的攻擊最大攻擊力了 你看這個如果放五村的話 攻擊力一樣喔 是 攻擊力是一樣不便的 攻擊力是不便的 跟天空熊的數字是一模一樣的 四村跟五村的差別 就是兩邊都一樣 攻擊力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對手好像 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喔 多拉雷一村進去 他這邊是想要摸箭塔 哇摸到了 這個縫隙是可以摸的 哇那這邊劍塔會被摸到的情況下 就只能放棄這個劍塔 那天空熊的話 應該是會想要打一個塔攻攻戰術喔 那待會可能就要開始挖金礦 那等這邊食物穩定下來不斷村 然後科技能點上去的時候 就要來開始出小弓 或者是不出小弓 直接一個前壓樹地的一個打法 但他這邊已經挖石頭了 不是樹地啦 樹城 但他樹城的話 也可能會有點困難 所以應該天空熊 還會在這邊插個劍塔 繼續拖他時間 對確實要這樣子 那繼續打這個木牆進去 才會有機會喔 那塔攻攻戰術 稍微解釋一下 不懂的玩家 是一個 可以讓劍塔 滿攻擊的狀態 不用讓村民進去 就一直 讓劍塔有一個攻擊力 最滿的一個能力 那算是一個封建 非常強力的一個打法 但也很吃資源 需要吃到金啊 木頭啊 那些的 那這個的話 你在前期這個 前壓石頭 要挖石頭 又要派兵 又要出兵前壓 家裡經濟又要搞情況下 這其實是滿難做到一件事情 那天空熊的話 這邊看起來是 沒有想要出塔攻攻戰術 沒有出攻兵 這邊黃金一直都沒有挖 反正是選擇鋪了大量的田 這邊田鋪了很多 那沒有打塔攻攻的話 那天空熊感覺就是 要打一個速成的一個玩法 沒有要跟他打一個大弘劍 這邊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但似乎這位中國玩家 擋得滿厲害的喔 這邊塔攻攻勢 居然守得滿好的 戰毛一直有出 那天空熊這邊 想要再把這個房子打掉 想要進去弄一下 但對手的家裡挺越傻越多了 而且看起來 目前也是守得住的狀態 不太會有那種守不住的一個情況 拉兩村過來 然後這邊再蓋一個房子 就可以鎖住這邊的漏洞 這裡再補一個 那目前中國的進攻 他的防守已經做得不錯了 那天空熊的進攻已經有點 失敗了 有點失敗了 這個真的只能說失敗 因為他這四村一直沒有辦法去採資源 只能在前面繼續做騷擾 因為他不做騷擾的話 那對手就會常常在家裡採資源 所以他一直要給對手壓力 這就是現在天空熊的一個難處 既然一開始要這樣打的話 那就要一直給對手壓力才行 然後那這邊 天空熊這個塔可能會蓋得比較慢 可能會失敗 這邊是六個人蓋塔 而且這裡還有戰矛再輸出 阻擋這邊蓋塔 這個塔可能要低掉了 這邊蓋不起來了 那這邊天空熊這個塔也失敗了 那這邊四個村民可能要回家了 這個可能要回去吃老本了 要繼續搞的話可能也難搞了 可能右邊這一塊金 可能再把金圍起來就差不多了 我一個十搶 燒擾一下 這邊還想要繼續搞 繼續給阿利亞 這邊搞起來的話可以再插一個田 插兩片田 嚴格算數一片而已 這邊是半片 這邊也瞬間低調了 這邊再騎一個 這邊再騎一個塔 這邊要再拉錯綠子去幹嗎 唉唷 中國這邊的人多運都很快 完全不想給天空熊堆機會 那順帶一提 如果你遇到這種像天空熊這種封建塔公公式的話 你一定要跟對手護塔 然後要自己挖石頭 唉這邊塔到一半不 不繼續蓋勒 阿天空熊回來繼續蓋 唉唷 按在這邊塔 沒了 阿起不來了 這個塔 哇這個塔又起來了 天空熊這個塔有優勢喔 完了 完了 這個塔起來了 能不能爭取一點時間 這個村民 拖一下拖一下 好進去 喔 還好險還起得來 如果還起來的話 那就問題還行喔 問題不會到非常大 但一樣這個細節沒有做好 拉到武村去做劍卡對射的一個問題 好 那天空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確實沒有觸碰 並要直接打一個速成的一個選擇 那這邊確實也讓中國稍微晚上了一點城堡的時代 但是天空熊的時間是不分上下 大概只差大約20秒左右 這邊因為天空熊沒有維持牆的關係 所以這邊村民直接出來把這個劍塔給拆了 好 全套村民 熱血開操 哎呀不要騙到 不好意思 好 我們調整一下麥克風位置喔 最近麥克風收音不太好 可能要再買一個新的了 因為這個麥克風已經是 4年前開實況用的 那時候買了一個麥克風用到現在 也算是價值連城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推薦麥克風的話 也歡迎留言給我 讓我們來更新一下收音的一個問題 不然這個麥克風用久了好像也怪怪的 我覺得它有點問題 好 那這邊劍塔 哎唷 這邊 哎唷 這邊出來秀的算明在很前面喔 這很難被射到 好 那這邊開始在秀操作 兩邊都在修 然後劍死一射就收村 劍死一射就收村 小細節小細節 好 天空恐決定不跟它繼續對了 這邊好像還死了一村的樣子 這裡有個屍體喔 應該是村民的屍體 我不確定 因為這邊少了一村感覺是 看一下有沒有死村 好 那有死一村耶 天空熊死一村 那確實是天空熊一個小失誤 好 那因為這場其實我錄完之後 我就直接把遊戲關掉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後面到底是誰贏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天空熊怎麼打吧 那中古這邊是點了品種 是想要來打一個肉碼嗎 肉碼開 沒有 是打騎士開的 打不肉碼 不知道上城堡還打肉碼 這邊馬舟咧 馬舟只下一個 單馬舟 單馬舟的話威力就沒這麼強了 對面是阿茲的情況下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喜歡出雙馬舟 這邊補一個四級 要調整經濟一下 這邊經濟木頭有點炸裂了 那如果是單馬舟的情況下 這樣很難應付阿茲的老鷹爆喔 而且這裡還有修道院 這個騎士會被招走 這邊一個潛壓軍事建築物 直接走了過來 想要來硬砍村民 我要砍死一村 再一村嗎 哇 天空熊開局死三村 完蛋 但是看起來天空熊還是有優勢阿 有點這邊生理出來之後 這個騎士應該就 唉唷很近 唉唷 真的沒有回頭打 還行唷 這要滴一下 哇這個沒滴掉 直接被天空熊招走了 那天空熊這邊已經把英勇士升級好了 這邊升級好的鷹刺頭 會拿盾牌 變成英勇士 那這邊防禦也點滿了 二防也上了 但是中國這邊在家門口 蓋下了一個城堡 然後來蓋TC 來挖到祖金了 這個祖金依舊是不能放棄的 那這邊要直接出 中國蓮奴 唉有想法 我覺得可以 中國蓮奴打英勇士 雖然說英勇士的遠防很高 但是中國蓮奴這種連發型的弓箭蛇 打這種遠防高的單位很有效果 例如各的護衛隊喔 還有一些西西里寶兵阿 或者是 寶盾騎士團阿 或是斯拉普的寶兵阿 跪鐵阿 雖然這些防禦不到最頂端的 但遠防也是滿高的一個狀況 去對射的話 中國蓮奴是不太會輸的 而且 具滿有殺傷力的 原來中國蓮奴傷害是8加2 8加2的一個攻擊力 那他的射程是4加2 然後是可以射兩發的 兩發是什麼概念阿 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個英勇士血掉多快 你們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有什麼弓箭手打遠防高的 怎麼可能掉血掉很快 不過你們看這個 剛剛就知道了 兩隻中國蓮奴 這個幾發 就殘血了 哇 血量掉超快 好那天空熊想要硬拆這個兵工場 帶中國蓮奴過來 有點危險 這可能會出事 你看這個血量很痛 但天空熊的空筆很好耶 一直把塵險的拉回去喔 來讓這邊生女補血 這邊要不要補一下10強呢 哎呀這裡要補10強 終究還是要補的 因為這個打久了 還是會爆開了 也不能一直把兵發在那裡 要趕快把節奏拿回來 不能讓對方拿走節奏 像中國的想法是這樣子 這位中國玩家也算是高手 這個對應非常快 好老鷹過來 老鷹基本上是康德弓箭手的 但是來看一下修一下操作 要不要回頭射一下呢 但是這邊老鷹的量非常大 而且這裡還有孫女在招翔 兩隻中國蓮奴要被招走了嗎 沒有被招走了第一隻 那你們看這個射這個建築物 雖然都只有1滴 1發1滴的一個血量 但是這個射起來 血量還是掉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中國蓮奴基本上是一個萬解的一個兵種 打他什麼都很難 缺點就是他在沒有拇指環之前 是比較算是偏弱一點 那有拇指環之後這個中國蓮奴真的是機關槍喔 隔離機關槍 封箭版 中世紀版本的隔離機關槍的概念 一直一直一直射 非常猛 有彈道學之後都會非常猛 那中國蓮奴最致命的缺點就是他的手很短 他的射程只有6 到帝王時代也只有7而已 好這邊要來招翔 但手短當然應該沒有問題吧 連過去硬點的話天空熊可能會出大事喔 那這邊是想要來吸引 唉唷這個頭車 進入射程範圍 但是沒有踢地板 唉呀要是有踢這個位置就完美一點了 沒有辦法因為這個有點忙 天空熊現在在雙面進攻的關係 欸這邊 這邊用工程車 喔工程塔直接進來 哇天空熊太厲害了 直接翻山越嶺 直接進入敵軍的城牆內 哇 這個是特洛伊木馬塗層技嗎 雖然沒有送木馬進去喔 直接用工程塔翻牆進去了 太狠了 村民被塗爛 村民處目前是72村打66村 這邊直接拆掉了一個界限塔 下面還沒被騷擾 但中國蓮奴過來來救應該是沒問題喔 中國蓮奴射這個阿茲特克的老鷹還是很快很猛 傷害巨高 然後右邊這些老鷹至於在做騷擾 在做騷擾看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左邊的話基本上都全爆了 右邊也在騷擾但是沒有東西可以打 然後這邊中國蓮奴比過來 好上面正中央這邊又除了一些村民 直接在城堡底下 開始衝對方的村民也是蠻可能 好這邊先把這個工程塔給射掉 避免讓敵人繼續可以過來做騷擾 好這邊老鷹繼續來砍村民 那這樣子這一波騷擾天空熊的村民術 有目前打回來的趨勢 但是75村對上72村 反超三村 那這一波進攻看起來 天空熊取到了一點小小的優勢喔 雖然自己的老鷹也是送掉了大半 好他主力部隊越來越少 但是反觀中國 這邊中國蓮奴的量是越來越多 好這邊老鷹又被抓包 回頭直接又要送光了 這邊這邊騷擾也進來了 但是也被抓包 好天空熊目前是一個3TC的一個開局 那家裡的經濟算是看起來是蠻慘的 沒有非常調適的非常好 經濟上有點偏弱的感覺 因為他這邊伐木場 沒有再補一個新的 然後這邊伐木也需要再補一個 不然就直接到這邊挖 不然他這邊來回到這個伐木區的話 會有點慘 這樣時間一久的話 經濟可能就被拉開了 由於他現在真的太忙了 家裡在騷擾敵軍 然後在控經濟什麼的 就讓他前面這邊有點 爆炸 雖然也讓中國爆炸了 聰明術也順利反超 經濟上來說應該還是 天空熊這裡的優勢 確實也是這樣子 不是喔 阿茲雖然這邊有採集加三能力 但是對手由於手推車上的比較好 所以經濟並沒有失誤 天空熊沒有貼手推車 完了 天空熊這邊極技會很慘 確實喔 那這邊中國已經上了帝王時代了 哇他什麼時候上了 再移鎮 殺老中他就上了帝王時代 哇這個高地堡會不會有問題 這個戰保無情輸出 老鷹瘋狂砍這些村民 這裡要趕快再收村進去 好那這邊大量的村民 雖然被塗掉了 但是 天空熊這邊這個高地沒有拿下 那家門口已經算是被中國這邊守下來了 然後那這邊 中國又開下了第四個TC 第五個喔 一二三四五 第五個TC 天空熊這邊 手推車依舊沒有點上 經濟有點慘 到現在才要上到帝王時代 那中國點下了三級伐木跟三級 公兵練獎 三防也要升好了 那升好之後呢 這個防禦就會更up一點 對於戰毛的抵抗能力就會好一點 但是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喔 畢竟戰毛給的是額外傷害 那這邊的話 天空熊可能要趕快先把銀罐點出來了 然後三攻 喔對 攻兵器都要先點出來 然後趕快蓋城堡 好一點銀罐 這個投擲器 然後點出來 這個戰毛兵的射程 跟攻擊1加1 來抵抗這個中國蓮弩的效果 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中國蓮弩也不太怕這個戰毛 因為戰毛也是 雖然遠防高的單位喔 但是他射速慢 基本上也是 一起集火的話 還是可以輕鬆解掉這些戰毛的 好那確實 天空熊點下了這個直毛器 對 那現在天空熊應該打這個中國蓮弩最佳的打法 就是直毛器 戰毛 加上老一 還有投車的打法 因為阿茲特克這邊是有重型投石車的喔 是可以讓投車練到最強 但是投車的藥物支援很多 那個蘇藥1450亩 喔1450肉 所以這邊肉量阿茲可能要囤一下了 因為畢竟出戰毛 好自己升級喔 就是需要用到肉的 沒有升級這些東西以後又打不贏 所以真的要升到1450肉 然後加上1000黃金的話 只有一段時間 那中國蓮弩真的是很怕投車喔 重投最怕的 只要一發就全倒 那這邊 唉唷中國這邊好強阿 8加4個傷害阿 那這邊好像還沒有點下自己的金罐 稍微講解一下中國的金罐好了 中國的金罐是火箭技術喔 蓮弩的兵 蓮弩兵攻擊力加2 攻擊力 然後 給這邊減影GV 可以反殺 唉唷差一點這一刀就死了捏 好險 好險 OK 那奴號射程也會 增加喔 那攻擊力有加4的一個能力 所以中國打蓮弩跟奴炮是有優勢在的 這個金罐下去之後 這個威力就突破天際了 哇你們看這個打戰毛傷害還是很高喔 感覺好像是兩邊都在互克 明明是戰毛打攻劍手會有個額外傷害 但這邊中國蓮弩打戰毛兵也是非常強 這邊在射房子阿我的天 沒有在射戰毛 原來這邊 阿茲這邊有點下了直毛器官秀 射程是9 那目前中國蓮弩兵是4加3的一個射程 射程直接掃對方2 所以很容易會出現剛剛那種狀況 直接被 排票 因為攻兵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射程 那中國這邊轉秀一些肉 馬翔來做騷擾 那中國順帶一提 他的科技線是算是完美的 他可以打步兵也可以打馬 也可以打攻兵喔 什麼三房全部都有 也有血統 而且重點是中國有駱駝 算是科技相當完整的一個文明 但小小的缺點是他並沒有火炮 如果他有火炮的話就太強了 那之前聊天室有在討論 為什麼中國沒有火炮 那單純只是因為遊戲設定的關係喔 我不能讓這個中國文明太強 平衡一下沒有火炮 雖然大家都知道火藥是在中國發明的 但是就是 大家很喜歡還是討論這個話題 好 那正面來看一下這個肉馬 直接來拆這些戰毛兵是非常快的 那天空熊這邊 後面再開一個TC出來 那目前TC數是蠻多的 但是村民術已經快要幾 裝了120幾村 人口數兩面都是180人口 那這邊 中國點下的商機馬凱 看來也要打一個凍裝騎士 或是一個大肉馬開局 再來打這些戰毛兵喔 原戰毛兵 確實遇到肉馬是非常無力抵抗的 雖然這邊攻擊力高了一點 打這些肉馬傷害也是蠻痛的 好 中國連弩直接上去開射 但是戰毛兵的射手很遠 你看這邊中國連弩射不到這些戰毛兵喔 只能射這個房子 哇 這個就是中國連弩的致命缺點 雖然他有極高的破壞力 但是就是手短 手短就是他的致命缺點 好那這邊再過來射 哇你看這個老鷹 死的速度非常快 哇天女善花 全部的冰 血量掉的非常非常的快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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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中國連弩好狂阿 直接把老鷹跟戰毛射光光阿 看了三小 呵呵 好那這邊是精略連弩了 精略連弩之後呢 攻擊力變成8加6 這應該是我點下金罐了 這應該就是中國最強的老兵了 最強的工兵 呃最強的冰種了 只能這樣講 那就是一個完全體的狀態 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會不會再出奴炮呢 出奴炮好像有點太豪華了 就是 中國連弩加奴炮 雖然是有這個打法 但我覺得有點豪華過頭了 而且出這兩個冰種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頭車砸爛 那這邊 天空熊真的要打贏的話 正面的話 感覺還是要出點頭車喔 頭車砸下去 這邊中國連弩直接死一大半 那這邊 由於中國連弩 這輛還是蠻多的 目前還是只能靠戰卯來扛一下 但是 重型投石車 給的資源還是太多了 要點出來也是很不容易 那這邊這邊戰卯一直過來送 然後連弩也一直反打 然後洛馬也過來清 那這邊天空熊的基因在這裡有點危險 那這塊基因 敵人居然沒有去針對這個地方先打 是先打這個城堡 讓我蠻意外的 好 右邊 這個 寶立了起來 然後也來挖天空熊的眼睛 然後那這邊騎士過來 想要來硬拆這個巨型投石機 能不能拆掉呢 好 一台應該是沒問題 第二台可以嗎 好 後面有更多的洛馬 都貼了上來 但是沒有在打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 第二台也爆了 那對手城堡也倒了 天空熊 好像不妙 正面全崩 漏馬有點難搞 這邊漏馬能力是滿的 7加4 2加4的一個能力 攻防全滿的漏馬 也是不好打 血量還有80滴 這個清洗衣兵 雖然這個清洗衣兵 不是最強的漏馬 但是這邊 攻防全滿的狀況下 做騷擾也是綽綽有餘了 打戰毛也是蠻easy的 但是天空熊這邊有漏了更多兵進來 想要做騷擾 天空熊自己加倍打 同時也是繞了一些兵 也去騷擾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那正面的話 一樣在矛跟 這個中共裡面有在打 那打久的話 是天空熊的一個優勢喔 前幾次有換掉了 像這樣子一直 白給的話 就 就不好說啦 這個 這個天空熊經濟有點慘喔 這裡二級鐵沒有點 然後三 手推車也沒有點 所以這個資源一直爆不起來 這樣連三共也點不起喔 到現在才點 所以導致他的老鷹一直 沒有一個很好的發揮的空間 經濟上非常非常的慘 經濟太慘了 這邊連金罐也點不起喔 老鷹還沒有變成 榮耀戰爭 金罐都點不下去了 好那這邊直接硬推過來 來 將來殺這邊中國連弩 但是中國連弩的量非常的多 這一波大集合中國連弩能打得贏嗎 戰毛兵後面的量沒有很多 森林會招牆也招了幾隻 但正面的老鷹全部倒下了 中國連弩還在輸出 但是戰毛兵的射程比較遠 所以這邊戰毛兵基本上也沒受到傷害 因為這邊戰毛兵的手是比較長的 所以有些中國連弩在原地發呆在射建築物 OK那中國連弩的量越來越少 感覺這波有機會守住 但是阿茲這邊 天空雄四個遺跡噴了出來 完了 那順帶一提阿茲減遺跡 有占3%的額外加成 那這個四個遺跡的話 等於就是五個遺跡的概念了 比五個遺跡再多一點點 這個效率非常好 這個四個遺跡噴出來 這個就直接斷金了 因為它正面的基因 這個也不能挖了 完蛋 外面的基因也沒再挖 也被對手尻爆 那天空雄一直在用工程車在 做騷擾也蠻好笑的 那個那個什麼 工程塔 不是工程車 工程塔一直越進去 真的很搞耶天空雄 完蛋 中國連弩怎麼都進來 這些肉馬也不好打 天空雄經濟大崩 好打出了GG 好那稍微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發展 天空雄這邊是選擇了一級伐木一級田沒有點 到了點出了城堡時代之後 點下城堡時代之後才點下來一級田 中國這邊選擇是一級木一級田先點 輪軸技術在點城堡之前也就點了 然後點完輪軸之後直接再上城堡 哇這個經濟直接起飛 相對的天空雄是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點下來一級田跟一級金 然後輪軸技術到了30分的時候才要點 導致這邊經濟有點慘 這段時間 遊戲的一半時間經濟都是路後中國這邊的 那這邊二級木也是下載比較早一點 就直接 雖然沒有到最快啦 那就沒有辦法 因為天空雄這邊 是屬於一個強軍式打法 不會先點這個二級木也是正常的 因為這邊要先趕快生英勇士的一個科技 還有這個護衛技術 那這個肉量會點吃緊一點 所以這個二級木會比較 比較慢下一點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呢 因為正常來說你上城堡時代 一級木二級木跟二級田 二級田說不定可以不用點 但我還是建議點 因為那個田能多裁個肉也是蠻重要的 而且田的量也比較多一點 那就會優先點下經濟科技 那手推測的話 大概在七八十吋的時候就可以再點下了 那這邊的話 確實他們這邊也是到七八十吋才點 那天空雄這邊是沒有點下手推測的關係 導致這邊經濟點的真的是有點慢 很多科技點上去之後就已經經濟枯竭了 還要出戰毛那些來擋對手的一個量 導致這個肉量一直不夠 沒辦法去點這個手推測 那可能是天空雄也是忙到忘記要點 好那來看一下 經濟食物的採局 木頭是中國這邊領先一點點 才領先不到一百 那食物的話中國領先四千多肉 四千多肉可以產幾隻肉 大家可以試著想一下 滿多的 那經濟來說為什麼天空雄沒有輸這麼多的原因是因為 他本身就有那個經濟採集資源加三的能力了 所以本身經濟一開始就是有 對中國是有優勢在的 那中國這邊一開始經濟優勢就是村民會多一村 如果操作得好的話 或是對手失誤的話會變兩村的一個狀態 那這邊的話由於阿智的天性來說 四千多元採集量加三 給了天空雄一個滿大的一個幫助 導致他前期過得滿爽的 老鷹也是爆得滿多的 但是最終這個老鷹雖然有燒了到東西 但是正面這邊經濟沒有起來 所以導致這場冰量明顯的輸了中國這邊的玩家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